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花 今天MACI权重 季度调整盘后生效 最后一盘爆出很大量 最后一盘在集中交易厂的量能 是达到了超过千亿 最后一盘拉上去80多点 这个千亿的量能很惊人 1230亿 指数拉了81点 所以加权指今天是小跌42点 开盘跌52点 盘中最多的时候曾经跌过224点 最后一盘因为拉了80多点上来 所以说跌点收敛到42点 跌幅是只有0.25% 成交总量是5333亿 今天是爆量 因为最后一盘就1231的大量 期货市场今天很怪 一开盘的时候 曾经一度大跌了将近400点 当时我在想说今天到底是什么利空消息 让期货出现8点45分 一开盘就大跌400点的情况 直觉就想到应该是疫情不妙 因为胖手指的可能性不高了 因为人现在目前什么金手指胖手指 你说那种交易员按错键 导致了开盘大跌 我觉得可能性应该不高 什么时间呢 这个交易员还不严格管制 限制交易部位 交易各个金融机构的交易中心 应该交易员都被管得很严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胖手指的可能性不高 那怎么会一下大跌了400点 因为开盘的时候 期货只有跌21点开出来 但是你多久 瞬间就直接砍下去 跌了395点最多了 那中场期货是下跌80点 中场拉上来 就今天就开低之后 就开始往上拉 下跌80点作收 那跌点仍然是超过 结婚交易产非常多了 所以逆价差扩大到52点 今天期货上也爆出了15万口的大量 今天指数收在16534点 等会再查查看 今天这个开盘大跌400点 到底什么原因 那当然在疫情的部分 今天这个确诊人数是创新高了 这所谓创新高呢 就是把所谓校正回归 跟今天新增确诊把它加起来 好是创新高 校正回归266例嘛 今天新增了401例 所以总计671例 而且呢 昨天我们有跟朋友讲到 就是说这个死亡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这不是一个好的趋势 今天新增的死亡病例 更多了到13例了 累计已经有59个人病逝了 因为新冠疫情而病逝 那今天有一档股票拉到涨停板 也很讽刺了 就是殡葬股 荣岩 荣岩今天股票拉到涨停板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到 今天一早就很多人在疯传 就是在LINE上面群组上面 传说荣岩的股票 要拉到涨停板 那这个当然就 让大家直接联想到 就未来新冠的死亡人数 是不是会还持续在上升 因为昨天柯P有讲嘛 死伤会很惨重嘛 如果疫苗不及时来的话 那现在看起来疫苗就只能等本土 因为你现在进口疫苗要签约 然后忍练啊 太多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没有及早疫苗进来 你现在要从国外再进口疫苗 太多繁琐的问题 所以恐怕那真的是只能等本土疫苗了 本土疫苗呢 今天传出来就是国高端跟联亚 这两家疫苗厂 一家各五百万剂嘛 所以两家加起来就一千万剂 联亚生计今天讲说六月生产 七月陆续交货 这个联亚预计六月要紧急 申请紧急使用权 就EUA紧急使用权之后呢 开始生产七月开始陆续交货 那我想高端大概情况也差不多 这样的状况 那一千万剂也是不够打啊 对不对 那另外在经济消息部分呢 四月景气灯号连三红 那五月的疫情升温 恐怕冲击内需 这是必然的 国发会今天公布了 四月的景气灯号 代表热络的红灯继续亮出来 综合判断分数还增加一分 到41分 再创波段新高 41分非常高了 因为总分45分 41分是直接来到1987年 当时的1987年 你想想多少年前 当时的最高分 也就到过41分 那国发会就坦诚说 因为疫情升温 所以说消费动能势必受到冲击 所以后续的发展需要审慎的关注 那详细的 我们刚刚所讲的相关消息 我们等会在访问卢老师的时候 在有时间帮听众朋友做穿插 好那么先来请教大来国际证券投顾的 卢文斌飞议室 卢老师你好 卢老师你好 卢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卢老师您今天看这个盘怎么看呢 因为最后一盘爆很大量嘛 这个MSIA的季度调整生效 我看很多股票啊 今天最后一盘也都是爆出非常大的量 像阳明最后一盘爆出了快13万仓的量 这也真的蛮惊人的 当然了 照说了 这一次我们是季度调整是一个 所以往下调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照说今天是要往下拉回的 不过今天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神秘的买盘 把这个指数给垫上去 当然我们不管这个神秘的买盘来自于哪里 只要能够稳住盘面 只要对这个行情有帮助的 我们都乐观其成 只不过我想刚刚 这个木儿兄也有提到 其实整个疫情那个状况 目前还是比较属于一个严峻的一个状况 特别是 不管是这个确诊的人数也好 或者这个所谓的病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似乎都有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这段时间呢 我们一直坚持 在操作上面 因为我们说 以目前来讲 因为毕竟大盘红这一波的一个低点 这个15159 谈到昨天的高点 我记得节目里面也提到 这个16706 已经谈了1547点 1547点 那这个其实也非常的接近 所谓的一个黄金切割率 0.618强势反弹的 这样的一个满足区域 所以我说过 接下来 盘面 它就会进行所谓的一个 类似震荡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当然是震荡主体的架构之下 个股 它会呈现一个轮动的状况 会以个股表现为主 不过 我们刚考量到疫情 我们说过嘛 考量到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变数存在 所以我们非常的一个坚持 在操作上面 我们就是以这个 升级防疫概念为这个主轴 另外搭配的一些 目前已经被严重低估的一些电子类股 那我们就以这个升级防疫概念来看 那我们看到 先前我们帮各位所掌握的 包含像这个亚诺法 包含像高端 台康 这些短线上面因为累积了 相当大的一个涨幅 就以这个亚诺法为例 你看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从53块一路的涨到了 最高点来到78块半 那另外 这高端也是从大概300出头 我们在买进当天 5月12号当天的低点 还是300块钱 后来涨到400亿7块 那当然台康也是一样 那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这些股票 因为短线涨多 可能有些被分盘交易了 那有些可能进行短线上面的一个整理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看到它整理的姿态 是非常的一个强势 甚至于像今天高端 最高还来到了 这个412块 我们刚也提到 它这一波前一波的一个短线的高点 就在417块 那现在它还在被分盘交易 可是你看今天居然能够突破 来到这个412块 眼看着它5块钱 就要再去创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 所以我想这些股票 即便涨多整理 可是整理的姿态 却也非常那个强势 它展现的就是一个主流股的一个格局 那如果说前面 当然这些音乐都已经远离我们那个成本了 那如果投资朋友 没有跟上包含像亚诺法 高端 或者台康生的 这些朋友 我们也说过 我们接下来 其实在整个以防疫为主轴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会陆陆续续 接近新的一个标的 所以趁着 记不记得在礼拜 今天礼拜四嘛 礼拜二当天不是生计股全面的一个压回吗 不管什么股票全部都拉回 我说既然生计股防疫股 它是一个主轴 主流的一个态势 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那拉回来 那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切入点吗 所以我们趁着那一天 生计股全面压回的过程里面 我们买进了4746 4746的这档台药 有没有 那我说过主流股就是这样 那一天台药也是掉下来 对不对 开高走低下来 有没有 那开高走低下来 我想在整个操作上面 绝对很好买 也不可能买不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看我的强势股就是这个样子了 短短的整理了一下 你看就当天 就这个礼拜二当天整理一下之后 你看隔一天就是昨天 立马怎么样 一发动又是涨停板一根 然后今天再来一根 你看礼拜六 这个礼拜二 你趁着低档买进 趁着拉回买进 你看接了下来两天 是不是就是两根的涨停板 你看那一天 这个台药低点还在81块4 而今天的高点已经来到102 才两天的时间价差超过20块钱 而且我说过这才刚刚开始 因为后续我认为 以台药第一季的获利9.84 第二季光是四月份就4.68 前面四个月就已经赚了将近15块 后面还八个月 可想而知 它今年的获利必然会出现大爆炸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你看股价今天即便拉出第二根的涨停板 创下波段的新高来到102 我想后续 我认为还有相当大的一个空间 那你只要能够掌握到这样的一个节奏 你想怎么可能会赚不到 怎么可能会赚不够 而且最重要 我说现阶段 因为盘面上有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变数 所以操作上面你一定要怎么样 让自己能够在一个安心 放心的一个情况之下 能够开心的转 我想如果你把这个生计股 成为这个资金放在这个主轴 是一个生计股的一个所谓操作上面的话 我想即便 近期盘面有出现一些所谓疫情的一个波动 我相信各位在爆股上面 应该也会非常的安心 而且你看这些股票一涨起来 也没有涨得比人家少 这个就是我一再强调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操作 持续的以这个生计防疫为主轴的原因也在这里 好 那今天大盘是下跌0.25%的幅度跌42点 指数收在16601点 如果你看指数的K棒 它虽然今天下跌 但是呢 仍然是在月线跟季线之上 月线现在目前在16511点 季线在16552点 所以很明显的现在目前的K棒 是在月线线之上 那今天盘中的低点 刚刚有报告过说下跌224点 当时指数的低点是16601点 等于说是回测 这个五日线 对不起 低点是16419点 高点是16601点 也就收盘的点位就是今天全日的最高点 因为今天开盘是直接跳空下跌52点 那收跌42点 那我们看到盘中的低点16419点 是回测五日线 那今天回测五日线留下下影线 算是回测成功了 五日线在16496点 所以今天这个K棒收的还算不错 昨天是收了一个十字线 今天再收一个带下影线的K棒 我个人觉得今天这个盘已经算蛮强的了 不过下午2点钟公布出来 确诊的数字 让大家又吓了一跳 不晓得明天形势会怎么发展 因为盘后现在目前是下跌7点 小跌的情况 当然今天晚上美国盘也是变数了 这个在整个K棒的部分 另外我们看到 在今天强势类股的部分还是航运股 航运股今天整体指数涨幅又将近5% 占大盘33%的成交比重 那半导体指是下跌0.37% 占大盘成交比重是只有22% 电子指下跌0.37% 成交比重是41% 金融指下跌0.32% 占大盘成交比重只有4.8% 钢铁指下跌0.26% 占大盘成交比重是5.7% 所以很明显的今天市场的焦点跟重心 仍然是摆在航运类股上面 航运类股这一次的表现 也相当的强烟 今天万海在拉涨停板 万海今天收在140块半 已经是创新高了 再创波段新高 每天就这个嘎上去 一路嘎上去 那另外我们看到 阳明今天是所有股票里面成交值第一名 成交了75万张 真的很惊人 最后一盘将近13万张的大量 阳明今天股价涨了4% 收在103块 上涨了4.2元 那今天的股价盘中曾经在创波段新高 最高的时候到过105块半 再创新高的行情 也就突破了 先前5月11号的高点 5月11号之后 因为整个大盘中杀 阳明也曾经一度回落到66块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05块了 103块05块了 从66块弹上来 你看弹了多少 就是从5月这个最低点的5月17日 5月17号弹上来 从66块弹到今天收盘103块 另外长龙 今天相对涨幅比较小 只有2.5%的幅度涨2块1 收87块7 长龙股价相对就比阳明万海落后很多 因为他前波高点 也是最高点的就是100块整 那今天只有还不到90块 所以显示呢 如果货柜三雄里面最强 现在目前排序是万海 接下来就是阳明 再来才是长龙 那今天散装的表现也还不错 像是这个慧阳KY 这些股票都有拉尾盘 那这样在钢铁股里面是典放 像海光今天就拉 这个钢筋的海光 今天就拉到涨停板 但是整体钢铁股并不是太强 中钢还是下跌0.25元 跌幅是0.72% 收34.6 不过看起来钢铁股 好像要转强的味道 那我们可以值得注意 那台积电呢 尾盘也爆了将近4万张 的大量下跌3块 做收跌幅0.5% 收在582块 相对半导体股票 昨天抢一天之后 今天还是弱势的格局 好那接下来操作策略呢 罗老师 我想我们刚才提到 像现阶段来讲 大盘如果说进入到 所谓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肋股就会呈现轮动 不过我也在强调 现阶段因为存在的一个疫情 一个变数 所以在操作上面 我们当然要力求怎么样 你要做的安心 好那你要做的放心 好那除了好 把这个资金放在生计股 这个防疫概念股 能够做的安心放心以外 还有什么族群 可以让我们觉得安心放心 那无非是怎么样 如果说这个族群 它过去已经经过 大幅度的一个修正 而且时间呢 也经过长时间的一个整理 甚至于筹码 也已经经过彻底的一个沉淀 那这些股票 它领先整理 领先落地 当然我们抱起来也会放心 也会安心 这个就是我们说过 现在有很多的电子股 特别是被低估的一个电子股 目前法人呢 也都是眼睛睁大的 打这个盯着这些股票 因为这些股票也是接下来啊 最有机会当行情 一稳定之后 接着下来往上这个领头 往上冲的一个股票 所以这个礼拜啊 我们看到我们陆陆续续的 除了说把资金掌握在这个 生计防疫概念股之外 我们是陆陆续续的帮各位啊 掌握了一些被低估 而且我认为接下来啊 会有非常强悍表现的一个电子股 就好比说4961的啊 这个天域有没有 我们说过其实这档股票 它为啥被低估 因为它光第一季啊 就赚了四块多啊 一到四月赚了7.66 前四个月就赚了7.66 那后面还八个月 依照法人目前的一个看法啊 我说这档股票天域 4961的天域 至少25块 EPS是有机会的啊 这个机会非常的大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今年的EPS是25块的话 但你想 IC设计 它的本益比应该多少 15倍 20倍 那不管15倍也好 20倍也好 你去看看 它当时我们在 做它的股价 一路从395 跌到209块 你看当时209块 面对着25块的 这个EPS 你想这样的股价 难道没有被严重低估吗 所以你看 这种股票 既然被低估 一发动怎么样 连续两天就是两个 你看礼拜一一根 礼拜二再来一根 礼拜三震荡一下 继续再创新高 而今天也是持续再创新高 四天下来 那四天下来 除了拉出两根涨停板以外 累积四天的涨幅 也高达27% 这个就是我们帮各位 掌握的第一档的 一个被低估 跌身的电子肺股 我相信也没有让大家失望 好那接着下来 第二档是什么 接着下来第二档 我们说过 如果是来不及跟上天狱的 那么没关系 2465的立台 我说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第一季赚1.25 光是四月份一个单月 有可能能够挑战两块钱 1.25加上两块钱 这样就三块半左右了 那如果三块半是前面四个 那后面我说还有两季 就后面还有两个 总共八个月的一个时间 今年也非常有机会 能够怎么样挑战一个股本 那如果说能够挑战一个股本的话 那你想 当时你看我们在 这个当时在节目里面 跟大家分享 甚至我们还开放 让大家来登记的时候 你看它的股价才多少 也不过就43块多 40块出头嘛 你看今天都已经来到53块 你看从两天 那天一发动 对不对 礼拜二一发动 昨天再一根 也是一样一发动 就是两天两根 今天再创新高 三天下来 除了拉出两根的一个涨停板 另外怎么样 再创新高 三天下来 也是累积了25 这个25%的一个涨幅 所以我说这些被低估的电子股 一发动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好那如果说 前面 包含像天狱 包含像这个利台 你都没有跟上的 我昨天在节目里面 还特别特别 在帮各位准备了一档 我说过类似像 现在这样的一个股票 被低估的股票 就是在电子股里头 选股的一个重心 这档股票我还特别告诉各位 没有 我说他第一季 就已经赚了超过六块钱 第一季就赚了超过六块钱 即便很多人认为说 那是业外了 可是业外 如果是一个经常性的业外 我说过 那就是视同是本业的一个获利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 单季能够赚六块 让你掐头去尾 算五块好了 对不对 因为你说有些是业外的关系 那如果后面还有三季 你像加总下来 他至少也有机会超过一个 至少超过一个股本 是一定会的 对不对 然后接近两个股本 这样的一个机会 都非常的大 但如果说 一个获利能够超过一个股本 甚至于接近两个股本 我说过 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少说大家第一个直觉 想说 这应该是两百多块的股票 对不对 至少十倍的本益比 十五倍的本益比 也都是两百多块的一个价值 结果我说 它是二字头股价 没有错 不过不是两百多块 是二十几块的股票 有没有我昨天特别还在这样讲 所以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 每一个帮我罗文斌做见证 这档股票是什么 不就是2390的云城吗 你看云城 是不是二十几块的股票 结果我们昨天才在讲 今天开盘开在平盘附近 开在平盘附近 结果收盘收涨停盘 立马就是一根涨停盘 所以我这边也恭喜 所有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 轻轻松松的 因为就开在平盘 你也不用追高 你也不会说买不到 不可能 所以你轻轻松松的 你在早盘一买进 你今天立马就是 赚了一根涨停 我相信没有人没赚到 只要你昨天有打电话进来 对不对 所以我想就目前来看 当然我也知道了 讲到这些所谓的跌升电子股 很多人可能也有面临到一个困扰 因为很多人也就知道 电子股跌这么深了 可以买了 可是怎么样 很多人不敢来买 不晓得怎么买 也不敢买 也不晓得在什么时间点 可以来做一个切入 但是我说过 如果你有这样困扰的一个听众朋友 你看看 光是这个礼拜以来 我们帮各位都掌握的 包含像天狱 包含像立台 包含像2390的 对不对 今天来公布给大家 昨天送给大家的这一档 云城有没有 有没有让大家 确实都掌握到 盘面上最强势的 这些电子类股 所以如果说 接下来你真的不晓得 该买什么的 没有关系 你喜欢做电子股的 尤其前面三档 都没跟上的 不要急 不要急 接下来我手中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也是目前法人 吉利罗锁定的 这档股票相关的数字 我稍微先做一个保密 先做一个保留 但是我只能告诉各位 它的一个特质跟特性 跟前面三档股票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做电子股的 就是这一档 今天打电话进来 它就是你的 不过要在广告之后 十分钟之内 只要十分钟之内 打电话进来的 通通都有 好的 非常谢谢罗文斌飞议师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 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因为双北 这个确诊的病例 跟需要进医院的人 越来越多了 因为现在确诊 有些人 如果是轻症 像指挥中心 就建议在家里面隔离 就不要到医院去 医院现在目前的 整个病房 包括医疗人力 其实都已经捉襟见走了 昨天柯碧也讲了 救护车甚至都排队了 进不去医院里面 病人不知道 往哪个医院去送 这个问题 就已经凸显出来 现在目前 整个医疗资源 面临到非常紧绷的状况 那今天 指挥中心 在公布新的措施 就是解隔离的新制度 即日起上路 就解除隔离的新制度 以加速病床的运能 什么样的新制度呢 个案退烧 至少一天 就是你已经不发烧一天 然后症状有缓解 那距离发病日已经十天了 无需採检 就可以解除隔离治疗 改为居家隔离 不需要採检 就是说 不管你是 现在是阴性阳性 你就直接到家里去了 就离开医院到家里去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病房不够 我昨天前天就讲了说 这个大的医学中心 原本是负压病房 一人一间的 现在已经要一人两间了 因为原本大的医学中心 两个人一间 两人一间 对不起口误 两人一间 本来是一人一间 现在两人一间 因为原本大学医疗中心 他可能准备 这个 两百间病房 那就只能收治两百人 那现在两人一间的话 就变四百人 就double了 因为病房不够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解除隔离 他也放松了 那解除隔离放松 如果还是阳性的 那你回去居家 会不会传染家人 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知道 为什么这一次的新冠病情 会这么严重 因为之前大家说 台湾有本土 有本土 但都没有爆发 因为你说 有没有本土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有了 只是说那个病毒 没有那么厌 这个那么厉害 所以说 基本上对于 对于这个传染力 各方面 没有那么 没有大的威力 那这次英国病毒不一样 那最主要 我们是看那个CT值 怎么叫CT值呢 CT就是说 经过那个核酸检测 PCR去做检测 然后去看他那个病毒量 讲白话 我讲白话 就是那个病毒量 CT值越低 代表呢 你的病毒量是越高 大家把它记起来 CT值越低 代表病毒量越高 CT值越高 代表病毒量越少 他相反就对了 好 那之前的CT值 台湾的这个 还没有这波英国病毒 之前的CT值是多少呢 大概就30左右 30以上 那这一次 你看像宜兰游艺场 这些测出来的CT值 很恐怖 11哦 18哦 1118跟30有什么差距 我跟各位讲 那个是2的十次方 病毒量差1000倍 20跟30的CT值 差1000倍的病毒量 你就知道 这次的病毒量有多可怕 好 所以为什么大家特别注重防疫 就是这样子 因为他病毒量太大了 所以你一旦跟确认接触 你很可能就染病了 就变成这样状况 所以说呢 这一次为什么自死率 重症患者要呼吸器的人这么多 就是因为他病毒量大 而且那这个毒性更高了 讲白话就这样子啊 所以各位要特别注意 现在目前这个居家隔离的 就是说这个又放松了 好吧 那也能你现在怎么办呢 现在只能等这个本土本土疫苗赶快出来 是不是 这个紧急授权 赶快出来1000万计 赶快打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两段 有直播啊 我们要来请教新书作者古鱼 古鱼出了一本书叫最强存古秘记 那古鱼在我们节目现场 因为我们现在来宾全部都改线上 不能请本人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好 古鱼你好 那个主持人好 穆华哥好 那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古鱼你这本存古秘记教大家很多方法吗 那我看了 我看了其中有很多招数啊 这个很像这个武林秘籍啊 一招一招一招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存古 那我挑了几个 这个我我觉得大家应该很需要很受用的 比如说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 你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四招挑优质的定存 因为我们要存古 我们要先学会存这个挑股票 对不对 要挑对股票 挑对股票 我们存古的效率才会好 那你这个四招 这四招到底是怎么 怎么悟出来这个心得的呢 事实上呢 我们这本书的部分啊 就是我之前去参加那个东森理财达人秀 做了一个叫做存古debug的单元 然后我们这整个单元的部分呢 大概录了接近两季左右的时间啊 这两季的时间呢 就把我们在节目里面教的各种的心法 全部把它做一个统整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个书里面的话 我们把它分成一个比较入门型的心法 跟一个比较进阶型的心法 那像刚刚慕华哥问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入门型的心法的这一块 就是这四招选股是先比较入门的 对对对 这是一个比较入门的 因为我们讲说入门的部分 就是你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这个资料的 因为你一开始啊 入门的部分资料就很难找的话 很多人就打退堂股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入门的部分 一定要尽可能的简单 那我们在节目里面的 应该说我在书里面教了几个方式 我想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听众朋友一定一听就懂了 首先呢第一个第一招是什么呢 我们要先选那个有连续配发现金股利的公司 OK所以存股嘛 股息是重点嘛 对不对 对对对 一个当然说股息是重点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是 你在存股的过程里面 如果一间公司 它的股利的记录是不稳定的 比如说今年赚啊 明年就不赚钱啊 明年变亏钱啊 那它的股利就发不出来了 对那我在存股的过程中 我如果不能够每年都拿到钱 放到口袋的话 那我的信心就崩溃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第一招的话呢 就是你要先检查它的现金股利 而且呢要有连续性哦 连续多少年呢 连续性的部分 我会建议至少呢要5年以上哦 5年 OK好 对对至少5年以上哦 然后第二个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建议哦 它要注意一个指标哦 叫做ROE 这叫做股东权益报酬率 对 那股东权益报酬率最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 我今天呢 如果我的股东权益报酬率 我要求的是10个percent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拿100块 交给企业 然后企业的话呢 用这100块再帮我多赚了10块钱 OK 它的股东权益报酬率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10percent 那所以我们在做公司的选股要求的时候的话 我们会说啊 你至少要能够赚个8percent回来啊 就是说你给他100块 他能赚8块给你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能够赚8块回来的话 这个还是符合我们对企业的基本要求 可能有时候听众会想说 这个8percent会不会这个要求很严苛啊 我坦白讲不会哦 因为很多公司的话 那个他的那个ROE的部分啊 少说都是20%30%以上 事实上在台股市场里 这种公司还蛮多的 是 等一下请你举例好了 举例吗 对等一下 我们到后面下一段再讲 这个OK 好就定案对了 我们等一下再讲 我们先把原则讲给大家听 OK好 还有一个的话呢 是他本业收入的比例 对对 因为我们有时候你买一间公司 你一定希望他好好的专注他的本业吧 不要一下子今年跟我说我要做A 明年跟我说做B 后年要跟我做C 对 一个人哦 你不太可能同时身兼多个业务 还能够做得很好嘛 对不对 没错 所以一间公司有没有专注本业 这个很重要 对哦 这个所以我们会说 哎你一间公司啊 专注本业啊 收入的百分之80以上啊 都是本业赚进来的啊 那我觉得这间公司呢 就是值得考虑的 OK所以本业很重要 然后这个业外收入 我们就把它放另外一边看了 对对对 因为业外不稳定啊 我们还是要看他的本业的这一块 到底赚的好不好 然后第四个部分的话 是我们给投资朋友的一个建议 就是他企业的类型 你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企业的类型的话呢 我都会非常建议 像入门的这种存股型的投资人啊 你最好是挑一些跟民生用品相关的 对 民生用品相关的话 就是你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 碰得到的这些企业啊 这是最好的 比如说像 比如说你家里的什么瓦斯炉啊 楼下的超商啊 每天在喝的饮料啊 这些到底是哪些牌子 还是你常去哪几间餐厅 有些都是上市公司耶 那你如果每天常常在用 然后呢 你就会很容易去观察到这间公司 他到底经营的状况是变好还是变坏吗 对 这个东西会反映在我们所谓的财务报表的前面啊 所以你如果一开始在做投资选择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不要离你的生活太远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选股原则啦 OK好这个生活方面的其实生活必须的其实里面有蛮多好的存存股标的像食品股里面就是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 非常的多哦 对好其实我个人还蛮偏爱食品股的哈哈哈 真的吗对对对虽然说有很多人觉得说食品股很动得很慢哦 但是我觉得就如同刚刚古瑜所讲的其实他这个搞吃的这个东西的他永远不败嘛对不对 对没有错当然餐厅例外哦 餐厅例外哦 这个餐饮就正值稍微差了一点 餐饮连锁集团不是食品股他是通路股哦 对对对他是通路服务股啦 对对哦好那这个是基础基础工的四招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我们现在来谈进阶的哦 就已经有这个基础工之后呢我们进阶的存股筛选的指标是什么 进阶的部分哦这就需要有一点点财务报表的基础嗯 但是呢我们帮各位整理几个重点啊 好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注意他的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嗯对现金流量嘛 比如说有些公司他可能会跟你说我今天赚了1000万我赚了1亿 对可是这个钱如果没有流进来的话哦 这间公司是撑不下去的没错啊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如果是进阶指标我们就建议说你现金流的部分 你要注意一下哦这间公司到底现金是流入还是流出 嗯嗯如果一间公司的现金一直呈现流出的一个状况哦 那他能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这是我们要打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 是那这是第一个 对自由现金流量这个数字就很重要了吗 对对对自由现金流量啊或者是说呢 比较基本的像他的负贷比例的这一块 OK我们希望一间公司 除非这间公司哦他是本来就是用负贷在赚钱的哦 比如说像银行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租赁类的股票哦 他原本就是靠负贷在赚钱哦 这些公司以外其他的公司我们都希望他的负贷比不要太高 OK至少你维持在60个percent以下 不然你看哦像最近市场的波动这么大 那很多公司的话呢 其实他可能会在这一波的打击里面啊 他的获利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衰退 那甚至你都像以前金融风暴都不是很惨吗 很多公司摔下去之后啊 就是因为他的负贷比拉的有点高 结果他就是没有再回来的 没有再回来的 以前曾经有一度那个台湾的营建公司倒一票就是这个问题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先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骨鱼啊 骨鱼出本Smart出的书叫做 存骨最强的存骨秘迹 骨鱼的最强存骨秘迹 好那我也时常在这个不同的节目碰到骨鱼啊 主要也是在动声啊 其他节目好像没有碰过 好那其实对骨鱼的这个存骨啊 各方面也蛮钦佩 好那骨鱼出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赶快请他来上我们节目 谈一下他的这个存骨的方式 那刚刚我们教大家四个基本的招数 现在四招进阶 对我们现在继续 骨鱼继续来把你的四招进阶告诉大家 好OK 好那比如说像刚刚提到那个现金流的部分 我们希望一间公司的现金流它是可以持续流入的嘛 那这样子公司的经营才能够做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经营嘛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 则是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他的那个EPS跟毛利率 它是不是可以持续呢 维持在零以上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对 因为有一些公司啊 他可能产品经营不善啊 毛利率也不好 甚至做到是负的 可是呢他可能会搞一些业外啊 然后硬去贯出说他的EPS变成是一个正的 所以我们透过两个指标的交叉比对 我们就可以去了解说这间公司 他到底是不是好好的在赚钱 还是搞一些小手段 这是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则是我们要注意一下他的营业利益率 营业利益率的话呢 我们会换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营业利益率就等同他本业的一个获利的能力 所以你营业利益率越高的话呢 就代表这间公司的本业啊到底赚的够不够好 对 然后最后一个的话呢 则是我们的 应该算是一个非常进阶的指标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PEG 对 PEG的话呢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本益成长比 那一般来讲 如果是在做选股的过程 其实投资人 我们在存股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希望我们存的是一档成长股嘛 对 那如果是成长股的话呢 有时候你看财务指标看老半天 有时候看不懂 没关系 你用PEG这个指标的话呢 都非常的简单 你就把PEG的数值算出来之后 大概只要落在0.5到2的这个范围 基本上它就会是一档成长股 好 所以我们透过这种几个基本的指标的话呢 就可以去做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个筛选 好 所以我们有出出阶的有进阶的 其实这这八招加起来 其实就够选股了吧 对不对差不多了 对没有错 没有错 好 那我们现在网路上在看直播的人蛮多的 有人问到说电信股可以存股吗 你的看法呢 电信股吗 其实我觉得电信股它比较像是一种 债券型存股的概念 因为我们台湾的三大电信 它的业绩是互相垄断的 所以它每年的获利数字跟配息率非常的稳定 甚至你看像前一阵子不是跌了1400多点吗 对 我们的三大电信的股价几乎闻风不动 所以你如果说你今天 你说电信股股可不可以存 绝对是可以存的 只是你要先做一点心理建设 就是你就是只有赚它的职利率而已 你对于它价差的这一块 你不能够抱持太大的一个期待 你个人有存电信股吗 电信股的话 以前我们有做电信股的一个存股 那时候的话我们存的是中华电信 不过我那时候存的原因的话 是因为我家里用了很多中华电信的服务 比如像手机、光间 我都用他们家的 所以我那时候去算说我家里到底付给中华电信每年多少钱 对 然后我就去买相对应的中华电信股票的张数 是喔 对对对对 我就把它给买回来 因为你买一张中华电信大概一张可以配4000多块 对 所以你就可以去算说我支出多少 我就买相对应的张数回来 那这样就等同 你好厉害喔 你等于说是用中华电信股息来付他的这些服务费就对了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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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说我多少钱 我就让你自己把钱付回去 其实我当做投资中华电信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那你说你以前有投资电信股 现在就没有了吗 对不对 意思就是现在没有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后来这个部分的话 可能我们比较偏向一些成长股跟ETF的投资 所以像那个电信类股的部分 我目前手上是没有的 好 那接下来你有一个打造不败战队 还有你的股票配置组合 因为我们刚刚是讲选股 那接下来我们选好股之后 其实还是要做组合对不对 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那我们在做组合的时候的话 基本上有两个原则 首先第一个你要注意 每档股票的波动率 因为像波动率的话 它就是说我们把大盘的波动当成是1 然后你要买的那一档股票的话 你要去看说它的波动率是大于1还是小于1 因为这会决定的 你今天买的这档股票 会不会很容易做一些 超档或超跌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像台股的话 大家都有听过台积电 对不对 像台积电它的波动率大概接近1.2到1.3 是 所以它要嘛涨的比大盘多 要嘛就跌的比大盘多 这个是台积电它股票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在 你讲的是波动率就是beta值 对对对对 就是它很多种说法 其实另外的说法就是跟孟华哥讲的那个beta值 所以beta值的部分是你要去做一个考虑的 因为每个人投资的要求不一样 还有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会比较建议 就是你在买股票的时候 不要全部都集中在同一个特定产业上面去 因为我今天做投资的一个目的啊 其实像我就像我书的标题写的嘛 嗯我们希望可以投资是躺着就好 不要一直每天去关心它 对 那所以这样子就衍生一个前提啦 你必须要把你的投资分散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里面 因为就像那个孟华哥常常在做的一些总经的分析嘛 对不对 我们的景气一定是always不停的在循环 那我永远不晓得说今天循环的到底是哪一个产业 那对我来讲很简单啊 我就每个产业都买一点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管你怎么循环我永远都是在这个里面 这样子就好了 嗯嗯嗯 对对对这是我对投资的一个理解啦 那一一般人大概要多少党股票作为投资组合 你的建议是怎么样 哦投资组合 其实投资组合的话应该是说 你如果要用最少党达成哦 其实你就买一档0050就好了 是哦 因为0050它原本就是台湾的前50大体业嘛 然后而且它也分散什么金融啊 船产啊 航运啊 什么全部通通都有 所以呢你要做投资组合最简单 就是买一档ETF 嗯 那你如果是要从个股的角度去切入哦 其实这个数字大概是10档 10档OK 对大概是10档 因为你10档的话呢 就可以把一些人为的一个一个意外的话呢 把它给排除掉嘛 对 嗯嗯嗯嗯 好呃 那接下来你还教大家实战演练 踏出唇骨的第一步 那我们唇骨第一步怎么踏出去呢 其实唇骨的第一步怎么踏出去哦 嗯 哦 其实我们的建议都这个样子 要先去开户啊 哈哈哈 哎 真的真的不怕 我真的哦 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现在没开户人应该很少了 因为现在这个上千万人都有都有户口了 就是正经户口 可是有些人是开户之后 钱都没有投进去啊 像有时候我在外面上课 像我有时候我之前在外面上实体课啊 比如说我一次开班30个人 嗯 我里面竟然有一半的学员 他说他对投资有兴趣 可是要么没开户 要么就是开户之后 钱都没有投进去 所以他才会去上课啊 哎 不不不 可是有些人是上完课之后 他还是没有投进去啊 因为他会怕嘛 哦 所以他就等同说学了之后 看了之后的话 他还是没有亲自去实践这一块 那我就觉得这样子会很可惜啦 所以其实我觉得存股的第一步就是 你要先开户 然后开完户之后 真的把钱给投进去 这件事情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啦 哎 哎 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你一旦要开始去踏入投资的这条路之后啊 其实我会给 投资人的话 他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希望说你买的第一档的标的物啊 我希望你可以先去从ETF这种产品 开始去做着手的动作 OK 因为有时候我们去做选股啊 投资人呢 通常会高估他选股的能力 然后呢去看清了他对大盘的一个判断 所以你如果说你不要说一开始投到市场里面就被吓跑了 或是马上被洗掉的话呢 其实你应该是要先从ETF开始买 然后呢先去建立说你对整个市场的拖动的感觉啦 以及你对于亏损的忍耐的程度啦 你才有办法去好好的做判断嘛 像莫娃哥我以前有遇到一个很夸张的例子 我曾经有遇过那个投资人啊 他传了一个线图给我看 他跟我说啊老师啊怎么办 我买了这一档标的物啊 没想到出现暴跌 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处理 他传了那张线图给我 那张线图很吓人喔 好像从一个高点直线往下掉 看起来很可怕喔 可是后来想想不太对 我请他传完整个资料给我 结果我一看啊 发现他那个掉下来的这个他是做局部的放大 事实上这一段距离的话呢 只跌了0.6%而已 0.6%喔 然后0.6%想说奇怪 为什么0.6%你会下成这个样子呢 他跟我讲说老师你有所不知啊 我这笔钱呢 是我刚从银行的定存解约之后 拿出来做投资的 以前他在银行做定存啊 一整年大概只有赚1% 对啊 结果他说我到市场投资才一天耶 我以前银行一年赚的钱 我一天就不见了 他吓死了 OK 好 好 所以说这个真的股市 就跟 如果你过去从来没有踏入股市的人 真的是要稍微适应一下 好那最后股营 你可以讲个两三档 你现在目前有的存股的标的呢 两三档嘛 像我们刚刚就讲说 你可能可以从身边的一个产业开始去挑嘛 像我们目前有持有 比如说像樱花啦 OK 像中国信托啦 还有像宝雅啦 樱花建嘛 对不对 不是 樱花 樱花 991的樱花 做那个热水器的 好好好 热水器 樱花建设建设公司 樱花建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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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古瑜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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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